韓国大世界来看到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重头戏 就是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受党内提名 代表民主党出马轿逐白宫宝座 而贺锦丽也发表演说强调 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 她要成为全美国人的总统 为美国的未来全力以赴 贺锦丽还警告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美国不能走回老路 民主党全代会最后一晚 贺锦丽压轴登台 对于共和党抨击的边际安全问题 贺锦丽重申要彻底解决 贺锦丽警告 如果川普回国 后果会很严重 22号正好也是贺锦丽和丈夫 任德龙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全代会第四晚 贺锦丽的亲人轮番上台 充满感性 NBA大咖球星柯瑞也力挺贺锦丽 演艺圈全力动员 力挺贺锦丽 虽然一度盛传会惊喜登台的流行天后碧阳斯 最后没有现身 大会仍然请到狄克希女子合唱团演唱国歌 歌手粉红佳人也上台现唱 十万颗气球降下 为四天全代会画下句点 赫华二人组展现全力以赴 为美国共创美好未来的强大气势 刘勇为编译